采取物理隔离的措施的同时 要细心的结合地理环境 留好安全通道 生命通道 安排专人职守 不要上诉一风了之 要保证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的通道的畅通 那么街乡社区村呢 也要掌握风控管控区的重点人群的抵塑和分布情况 排除辖区内的消防安全的隐患 针对性的制定应对突发疫情的情况的预案 那么主动向居民公布联系人联系方式 确保居民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能找到人能够快速的撤离 那么同时要加强生活物资的保障和就医的保障 心理的疏导